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刚选上带领有压力啊 我心里有些打触 为啥呀 你不知道 我两年前做带领时 就因为尽本分总凭几亿 给教会工作带来亏损 被撤换过 我就害怕做带领以后老病重犯 再做出打岔交友教会工作的事 那我们拯救的希望 可能就没了呀 咱们尽本分都有过事外跌倒 如果因为失败一次 就不敢担责任了 对自己败坏性情 采取回避的态度 这是不是因夜费时啊 是 就在今年啊 我负责的一处教会出现环境 在一次转移中 神话与书记全被警察掳走了 造成很大的损失 从那以后 我就顾虑重重 总担心自己会被清除 也很怕再做带领 后来 也是看神的话 这个情形才扭转 是几个月前的那次 统一大抓捕吗 是 今年五月底 我负责的一处教会 遭到共产党的抓捕 三个教会带领都被抓了 神话与书记需要尽快转移 上层带领得知消息后 嘱咐我和宋恩姊妹 幕后指挥紧急转移书记 没想到 在转移的时候被警察盯哨 书记全部被警察掳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一下子跌落谷底 我作为教会带领 没有保护好神话与书记 造成大的损失 这真是闯下大祸了 我呆愣着 一方面担心自己会被撤换 更担心 以后会不会连进本分的机会 都没有了 那样的话 不就彻底失去蒙拯救的机会了吗 一想起这事 我这心啊 都是揪着的 那段时间 我常爱声叹气 想到自己留下这么大的过犯 我就很消极 只是强撑着金本分 上层带领了解书记被掳的原因 我就认为是要撤换我 心里很害怕 很防备 有一天 我和宋恩聊起 叶倩在做带领期间啊 万户值守 给神话与书记造成严重损失 被清除了 我的心思 不由得更加沉重了 想到我也是教会带领 这次转移书记 又是我直接负责的 不用说我责任最大了 看来我肯定要被撤换了 早知道有这么一天 我宁愿选择不做带领 这样就不用担这么大的责任了 那一段时间 一想到这事啊 我就很消沉 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虽然外表没有撩条子 但一想到可能要被撤换 对本分也没什么负担了 只是按部就班地做着 带着防备的心进本分 真是很压抑痛苦呀 是 到了七月中旬 上上带领了解 这次书记贝露的情况 说这是特殊情况 是我们预料不到的 并非人为原因造成 就没有追究我们的责任 只是提醒我们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接下来好好尽本分 感谢沈 沈家处理事都是有原则的 是 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虽然知道得珍惜本分 但心里却想 这次是意外事故 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可带领毕竟是重要本分 涉及的工作度 担的责任太大了 若后续我处理问题不当 在理智的作用下 我还是勉强顺服下来 继续配合 这种消极防备的情形不解决 即使勉强顺服下来 本分也尽不好啊 是 八月初 教会选举讲道员 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 要选我和顾男姊妹 我不由得心头一震 更加担忧起来 我现在负责一处教会 责任已经很大了 万一我被选做讲道员 负责多处教会 那不是要担更大的责任 不是更危险吗 万一工作没做好 造成大的亏损 那被清除了 不是连结局归宿都没有了吗 想到这儿 我很害怕被选上 那后来这个情形 怎么扭转的呀 我意识到 我的情形不解决 很危险 也影响自己尽本分 于是我开始 在神的话里寻求 一天灵修的时候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咱们是来尽本分的 无论多么劳碌 或者受了多少苦 临到多少修理对付 咱们都感谢神 是神给了人这个机会 让人能经历各种环境 有了各种体验 有了各种体验与经历 这都是好事 都是为了让人明白真理 那你们担心什么 你们防备谁呀 用不着这样 你就正常地追求真理 找准自己的位置 把自己的本分 自己分内的那些活 做好就行了 对你们要求不高 你们别总惦记着走 得安心扎根在这儿 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不管能不能尽好 至少把心尽到 最后能交上一份 完整的答卷 别做逃兵 有的人说 我素质差 文化又低 也没有才干 性格又有缺陷 尽本分还总有难处 万一做不好被撤换 这可怎么办呢 你怕什么呀 这工作是你一个人 能完成的事吗 你只是单一个角色 并不是让你承担全盘 你把你该做的 单起来就行了 这不就尽到责任了吗 多简单的事啊 你总猜忌什么 你怕树叶掉下来 砸脑袋 先考虑自己的后路 这是不是没出息啊 什么叫没出息呢 就是不思进取 不愿意尽上全力 总想混饭吃 还想享受得好 这样的人就是废物 有的人心眼太小 用成语怎么形容 小肚鸡肠 小肚鸡肠就是小人一个 凡是小人都能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把别人都看成 跟他一样自私卑鄙 这样的人就是没出息的人 即使信神也不容易接受真理 人信心太小 是怎么造成的 就是不明白真理造成的 你明白的真理太少太浅 不能足以达到 使你理解神所做的每一样工作 神所做的每一样事 神对你的每一样要求 不能够达到这个 你对神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 猜忌 想象 误解 观念 你心里存的都是这些 你对神还能有真实的信吗 你们没有真实的信 所以你们心里总是忐忑不安 担心不知什么时候撤换你们 你们心里害怕 说不定什么时候神来我们这儿视察呢 你们放一百个心吧 你们只要把神家交给你们的活做好了 即使你们追求真理差点 生命进入差点 我都不追究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心里特别地感动 觉得就像神面对面跟我说话一样 是 我难以表达那种被戳中心无耳的感受 神见差我每一个心思意念 知道我对于教会处理人的原则不明白 总有防备误解 怕进不好本分 造成严重后果 被清除了就没有好的结局归宿了 神也知道 我的痛苦压抑 都是因为我不明白真理造成的 就借着话语开启我 带领我 语中心长地告诉我 别担心 别害怕 神家处理人都是有原则的 不会随意清除任何一个真心信神尽本分的人 神也嘱咐我们不要害怕担担子 要坦然面对每一天临到的环境 寻求真理 明白神心意 阿们 神对我的要求并不高 只是希望我能把该担的那一份担起来 尽上自己的忠心 做一个诚实有人性的人 神不希望我活在恐惧担忧中自我骄扰 是啊 神的心是美善的 嗯 是 阿们 可我太诡诈了 这次神话语数捷被掳后 我一个劲地担心自己会被撤缓 甚至被清除 以后就没有好的结局归宿了 后来 神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我不但不感谢神的怜悯 好好尽本分环抱神的爱 反而防备误解 更加害怕尽带领本分 就想换个保险一些的单向本分 还有 这次教会选举讲道员 我还没选上 就开始害怕负责范围大了 会担更大的责任 会显明得更快 就不想参加选举 我不理解神的良苦用心 还总是猜疑防备神 真是太诡诈了 是 我很蒙羞呀 我凭狂妄性情尽本分 比教会工作带来了打岔 被显明撤换后 神也没淘汰我 还给我尽本分悔改的机会 可我总防备神 误解神 我真的太诡诈了 是 后来 我继续看神的话 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有些人尽本分 害怕担责任 教会若交给他一项工作 他先考虑 做这工作 需不需要担责任 如果要担责任 他就不接 他尽本分的条件是 第一得清闲 第二不忙不累 第三不管怎么做 都不担责任 这样的本分 他才能接 这是什么人 这是不是圆滑人 鬼诈人 一点责任都不想担 树叶掉下来 都怕砸脑袋 这样的人 能尽什么本分 在神家 能起什么作用呢 神家的工作 都是涉及到 与撒旦征战的工作 都涉及到 国度福音的扩展 哪一样本分 没有责任 你们说 做带领 有没有责任 是不是责任更大 更得担责任 你就是传福音 谈见证 或者做视频等 不管做什么工作 只要涉及到 真理原则的事 其实都有责任 如果尽本分 没有原则 都会影响 神家工作 如果怕担责任 那就什么本分 也尽不了 尽本分 怕担责任的人 是胆小 还是性情有问题呀 对这事 都得会分辨 其实 这不是胆小的问题 他要是为自己发财 或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他胆子 怎么就那么大呢 什么风险都简单 但是为教会 为神家做事 就一点风险不担 这样的人 自私卑鄙 是最艰华的人 凡是尽本分 不担责任的人 对神一点真心都没有 更谈不上忠心了 什么人敢担责任 什么人敢担重担 就是在神家工作 最关键的时候 他能一马当先 勇往直前 看见什么工作 最重要最关键 他能永挑重担 不畏艰险 这才是忠于神的人 是基督的精兵 凡是尽本分 怕担责任的人 是因为不明白真理吗 不是 这是人性有问题 他没有正义感 没有责任心 是自私卑鄙的人 他不是真心信神的人 他丝毫不接受真理 就这一条 他就不可能蒙拯救 灵刀士总保护自己 总留后手 给自己留后路 这是实行真理吗 这不是实行真理 这是耍滑头 你现在是在神家 尽本分 尽本分的第一原则 是什么 第一就得先尽上心 尽上自己的权力 达到维护神家的利益 这才是真理 这才是真理原则 是你该实行的原则 为保护自己留后手 给自己留后路 这是外邦人的实行原则 外邦人的最高哲学 不管什么事 先考虑自己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考虑别人 什么神家的利益 其他人的利益 都与自己无关 第一考虑自己的利益 然后再考虑自己的退路 这是不是外邦人 这就是外邦人 这类人不配尽本分 阿们 阿们 神皆是人的本性 特别自私卑鄙 鬼诈奸华 不管尽什么本分 都是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对自己有利的工作 就愿意负责 要担责任 担风险的 就不愿意做 对照神的话 反省自己 我这方面的表现 尤为明显 就像神话语书籍被掳走 我第一时间 不是想着神家的利益 受亏损 我该怎么弥补 而是后悔 早知道 要担这么大的责任 我就不禁带领本分了 外表看 我没料挑子 但心里很消缠 我是因为怕背叛神 怕没有好的结局归宿 才没敢放弃本分而已 看到 我特别自私卑鄙 根本不是爱神 对神有忠心的人 不仅如此 得知神家 没有追究任何责任后 我非但没有珍惜本分 反而更加防备误解神 像惊弓之鸟一样 本分还没领到 就想着推脱了 我尽本分 就像外邦人 做生意一样 对自己有利的 不担责任的本分 我配合 一旦有点风险 我就连忙推脱 我眼里 只有自己的利益 一点都不考虑 是否合乎原则 教会工作会如何 我这样的表现 就跟不信派一样 这样信下去 哪能蒙拯救呢 是 我总是防备神 不愿意担担子 早就把自己 列在神家门外了 不是神要淘汰我 而是我自己 淘汰自己 是 想到这些 我才意识到 我的问题太严重了 就默默向神祷告 神啊 我想得福 还不想担风险 我处处考虑的 都是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留后手 我真是太愚蠢了 神啊 我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接下来 不管我能不能选上 做带领 我都愿意顺服下来 不再这样 诺诺诺奸华地活下去 愿你带领我 能更深地 翻行认识自己 阿门 我总以为 不做带领 能少担风险 蒙拯救 好像就有保障了 这是我的观念想象呀 是 我活在自保的情形里 败坏性情 得不到解决 还会失去 很多得真理的机会 是 受亏损最大的 还是自己呀 是 后来 接着看经历见证视频 我又看了一段神的话 对于自己的问题 又有了一些认识 全能神说 狄基督心里 就藏着这些东西 都是对神的误解 抵触 论断 抵挡 他丝毫不认识 神的做工 他窥视神的话 窥视神的性情 神的身份 与实质的同时 就得出了 这样的结论 狄基督把这些东西 埋在心底 告诫自己 小心使得万年传 千万不要漏锋芒 枪打出头鸟 高处不胜寒啊 无论到什么时候 不要当那个出头鸟 不要往上爬 爬得越高 摔得越重 狄基督不相信神的话 都是真理 不相信神的性情 是公义圣洁 他凭人的观念 人的想象 来看待这一切 用人的眼光 人的思维 人的诡计 来对待神的做工 用撒旦的逻辑 撒旦的思维 来定归神的性情 神的身份 与神的实质 很显然 狄基督不但不接受 不承认神的性情 神的身份 与实质 反而对神 满了观念 满了抵触 满了悖逆 丝毫没有真实的认识 狄基督对神的做工 对神的性情 对神的爱的定义 就是问号 就是疑惑 充满了质疑 充满了否定诋毁 那对神的身份呢 神的性情 代表神的身份 他对神的性情 尚且如此 那对神的身份 就不言而喻了 直接就否认了 这就是 狄基督的实质 阿们 阿们 神皆是狄基督 否认神的实质 对神充满了猜疑 否定和诋毁 狄基督不相信 神是公义的 也不相信 神对人所做的 都是爱 是拯救 我身上的狄基督性 也很严重 就如这次给神话语书籍造成损失 我一直活在消极忧虑的情绪中 害怕自己被教会清除 没有好的结局归宿 后来 听到叶倩玩乎值守 给神家工作造成大的损失 被清除了 我就觉得 尽带领本分 担得责任大 就一个劲地防备误解 害怕被选择带领 却从不寻求 神家处理人的背景 原则 在我眼里 神家也像外邦世界一样 没有公平公义 尽的本分越大 担得责任就越大 临到事处理得就越重 我就凭着 高处不胜寒 爬得高摔得惨 这些错谬的观点活着 临到事处处揣测神 防备神 这是对神的公义 性情不认识 是对神的亵渎啊 这些撒旦哲学 撒旦毒素 全是反面事物 都是败坏人 坑害人的 是 其实 叶倩被清除 主要是因为 他尽本分玩乎值守 导致很多神话语书籍 被大红龙掳去 给神家利益 造成严重的损失 并不是 他是带领导致的 而我这次没有被处理 主要是考虑到 这次的损失 并非人应付糊弄 不负责任造成的 就没有追究责任 这就看到 神家确实是 根据事情的背景 以及造成损失的原因 去划分责任 并不是 谁是带领 谁的责任就大 担到风险就多 可我 却不寻求真理原则 就光看 叶倩被清除了 就误解神 好像 尽本分一旦出错 造成后果了 就会被清除淘汰 我的所思所想 都是在质疑 和否认神的公义 虽然这件事 我防备神 误解神 但神不看 我的缺少与败坏 还给我 尽本分的机会 借着人事物 提醒我 去反省认识自己 我才能有点醒悟 及时回头 避免在 敌基督道路上 越走越远 是啊 想到这儿 我特别亏欠自责 感受到了 神拯救人的真心 更恨恶自己的 自私诡诈 我不愿再活在 防备误解中 也从心里 愿意去接受 顺服这个本分 感谢神 我也得好好追求真理 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不能再防备神 误解神了 后来 我被选上了 讲道员 但心里 还是有些担心 我觉得 我原则掌握少 败坏性情也很严重 现在负责 好几处教会 万一做错事 给教会工作 带来亏损 会不会失去 好的结局归宿呢 但想起 这段时间的经历 只要我能 接受真理 即使有过犯 能真心悔改 神不会一棍子 把我打死 明白了这些 我愿意放下自己 顺服神家的安排 坦然接受这个本分 感谢神 后来 借着弟兄姊妹的指点帮助 我又看了一些神的话 人尽本分 其实就是将人原有的 即人本能及的都做到 那人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 至于人在侍奉中的弊病 那是在逐步的经历中 在经历审判的过程中 逐渐减少的 并不拦阻 也不影响人的本分 若有人害怕 在侍奉中存有弊病 而停止侍奉 或后退让步 那这样的人 是最懦弱的人了 人的本分 与人的得福或受获 并无关系 本分是人该做到的 是人的天职 应不讲报酬 不讲条件 没有理由 这才叫尽本分 得福 是人经审判之后 得成全 而享受的福气 受获 是人经过刑罚审判之后 性情没有变化 也就是 没经成全 而受到的惩罚 但不论是得福 或是受获 作为受造之物 就应尽到自己的本分 做自己该做的 做自己能做到的 这是作为一个人 一个追求神的人 起码具备的 你不应为得福 而尽本分 也不应怕受获 而拒绝尽本分 我对你们说一句 这样的话 人能尽自己的本分 那是人该做的 人若不能尽自己的本分 那就是人的悖逆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意识到 我总是害怕负责工作 害怕担风险被淘汰 主要是我得福存心太大了 我总是把本分 和接据归宿挂上钩 接着神话语的揭示 我明白了 尽本分 与得福受获并无关系 本分是受造之物的职责 是人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也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认识自己 认识神 得照真理 阿们 就像这次的经历 我意识到 近带领本分 责任重大 处理善后工作 不是光急光快就行了 还得有智慧 办事有原则 得多祷告寻求 是啊 另外 借着这次的显明 我也认识到 自己太自私卑鄙 诡诈奸话 临到环境 我总考虑自己的利益 走的是抵挡神的路 若是把尽本分 与得福受获挂钩 遇到点问题 就缩手缩脚 就要放弃本分 这样 会错过很多 得真理的机会 是啊 那样真是 阴夜费尸 是最愚蠢 最懦弱的人了 明白了这些 我不再严自己的缺少 拒绝本分 而是以一颗坦诚的心 去对待本分 感谢神 这样经历真好呀 是 放下防备误解 坦然的尽本分 活得也轻松啊 是 之后 我注重在尽本分中 发现问题 寻求真理解决 虽然 我明白的真理有限 但通过大家的交流 也能补足我的缺少 有时候 临到一些 看不透的事 我会把问题 拿出来 和大家一起 寻求解决 拿不准的 就向上寻求 我们有偏差 就及时扭转 失败了 就总结 这样进本分 我也不觉得 压力太大 也不害怕 担责任了 感谢神 经历过来 我体会到 注重追求真理 顺服神所摆设的环境 从中学到功课 才有真正的自由和释放 阿们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